在沒有人控制的情況下 這款送貨機器人 自己行駛在格林威治的人行道上 這個過程似乎相當流暢 科技公司設計這款機器人 希望能實現短程送貨上門 而每次運費不到1.5美元 那麼這款機器人 如何能自己找到目的地呢 當然這款送貨機器人 還不會按門鈴 也不會自己進家門 它會停在路邊 然後給收貨人的智能手機發消息 您自己來取貨就好了 怎麼樣是不是很神奇 科技公司表示 在未來的四到六個月 他們將在以活十到數個城市 推行這款機器人